看到俄罗斯方面 23号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就近期国际热点们提合 俄外交政策举行例行发布会 扎哈罗瓦表示 一些西方国家就新冠肺炎疫情 对中国和世卫组织展开无端指责 是完全不恰当的 扎哈罗瓦说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扩散 目前已经遍及181个国家 不仅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巨大损失 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面对这种艰难的处境 世界各国应该万众以心联合抗议 但是一些西方国家毫无根据地指责 并企图将新冠肺炎疫情 全盘归咎于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 特别的国家和国家 尽量提供给他们 全都拥有责任 对现在的疫情状况 扎哈罗瓦再次重申了俄罗斯 支持世卫组织开展抗疫工作的立场 并呼吁各国在当下能够摒弃 一切加剧疫情困局的制裁和举措 携手抗疫共度难关 现在时间帮忙作成绩 решений 和合别的勇契 在美国支持 埋制补区和区域相当的 控制补货的事情 которую усугубляют в условиях эпидемии гуманитарную ситуацию в целом ряде государств.